我一开始做YouTube的时候 最困惑的就是 到底应该选择哪一款的剪辑软体 后来我发现 答案不是最贵的 也不是最专业的 而是最适合当下自己情况的 这影片我就带你了解 从新手到专业 最好用的四款剪辑软体 帮助你找到最适合的那一款 嗨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只要分享关于 一支频道运营 以及流量变现的技巧 我每周都会分享三部影片 帮助你稍走弯路 所以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我还特别准备了一份 高效影片剪辑攻略 里面会有帮助你提升 影片剪辑效率的核心技巧和策略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免费领取 那首先呢 我们先从Canva开始 很多人一听到Canva 就会觉得它是一个 做平面设计的 做简报的一个工具 但是现在Canva的影片编辑功能呢 已经是越来越强大了 它的优势就是呢 你作为一个新手 你是可以完全不懂影片剪辑的 因为Canva它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拖拉 你只需要去选择一个模板 然后呢去把文字换掉 去加入你自己的图片 加上背景音乐 就制作好了一部影片了 举个例子 你想要在IG上面去发布一个 你的新产品的短片 Canva是可以让你在十分钟一年完成的 在Canva上面 你可以找到非常多这类型的模板 你可以直接套用 并且呢 在Canva里面是提供非常多的素材库的 很多素材 你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像是它的动图 它的贴图 它的图片 它的一些影片素材 你都是可以去免费使用的 甚至说它还配套了很多AI的功能 像是说一键去除掉图片 影片的背景 一键去生成图片或者影像 当然使用Canva它也有缺点 就是它太简单了 所以呢 它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你做出复杂剪辑的 比如说你想把十几段素材去剪辑在一起 并且做出专业级的画面调色 那么Canva呢 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 所以Canva它适合哪类的人呢 我也说它适合的是完全的新小 想去开始入门影片剪辑的 想去做出一些简单的影片的 或者你只想做出一些社群短片的人 像学生去做报告影片 小商家做出一些产品介绍类的影片 那么Canva是非常适合你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下CapCut 那很多人听到CapCut会连行到TikTok 因为CapCut它是TikTok的开发团队 去做出了一款剪辑软件 它一开始就是为了短影片而产生的 所以使用CapCut是非常适合于TikTok IG Reels或者是YouTube Shorts的 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免费并且功能完整 你可以使用它去加上影片的转场 影片的特效 去加上影片的字幕 去除掉影片的背景 甚至可以让音乐和画面进行自动对拍 CapCut它是有手机版还有电脑版的 所以你能够在通勤路上就可以去剪片 然后回到家用电脑版去剪辑影片都是可以的 但是CapCut它的定位始终是偏向于短影片的 所以如果说你要去剪辑十几分钟 二十几分钟的长片的话 对CapCut来说是比较吃力的 它虽然是可以用的 但是它的效率是远不及那些专业的剪辑体的 而且CapCut虽然它里面的功能是很多的 它的效果是很多的 但是这些效果都是提前预示好的 你只能够去按照它提前预示好的效果去进行操作 你并不能够去做出一些自定的条件 还有就是虽然说它大部分的功能是可以让你免费的去使用的 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去有更高阶的素材有更高阶的效果 转场等等或者说使用它的一些独特的AI功能 那么是需要你进行付费使用的 那谁是适合CapCut的呢 我认为如果说你是一个刚起步的创网者或者说你的预算有限 那么使用CapCut去剪辑影片是非常适合你的 很多学生创网者或者是一些短影片旗号的一些创网者 他们都是靠CapCut来开始剪片的 再来我要讲的就是Filmora 这是我非常推荐给新手使用的一款剪辑软体 因为它刚好站在了简单和专业之间 界面会比Premium Pro要简单很多 但是功能会比Cama和CapCut要强大更多 你可以把它去想象成是介于CapCut的简单和Premium Pro的专业之间的 刚好呢就承接了这两者的空缺 那Filmora它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 首先它的时间轴的设计是非常直觉的 你可以很快的理解如何去拖拉影片 去套用转场 去加入效果 去加入文字等等 它还有很多现成的素材包 上百种的特效 滤镜 颜色预设调色 一键就能够让你影片看起来专业不少 在Filmora里面它的素材效果包 而CapCut里面它的素材效果包是有很大区别的 刚才我已经讲到了CapCut里面 虽然它已经有提前预设好很多效果了 但是这些效果呢都是无法让你自定义的 但是在Filmora里面 你是能够去自定义这些提前预设好的效果的 这会给你更多灵活度 去让你影片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更棒的是 Filmora在近几年加入了很多AI的功能 包括AI影片剪辑 AI背景一出 AI降噪 AI配音等等 这些呢都是能够去帮助你节省非常多时间的 当然Filmora也是有不足的地方的 如果说你想让你影片有一个电影级别的调色的话 那Filmora是没有办法去和Prim Pro进行比较的 还有呢它不是商业标准 如果说你是做商业接单的 有的客户呢会直接要求你 去使用Prim Pro来剪辑影片 不过对于多数的YouTube创者来说呢 使用Filmora来剪辑影片是绰绰有余了 举个例子 如果说你要去做出十多分钟的影片 那如果说你是使用Cap Card 它可能会有点吃力 但是在Filmora里面 你是能够去非常顺畅的 去把十几段的素材剪辑在一起 去加上音乐 加上字幕 最后顺畅的到处的 所以会说 Filmora是适合于那些已经决定要做频道 并且想去提升影片质感的新手创造者 Filmora是能够让你去免费试用的 你可以无限期的去使用里面的各种功能 各种素材 但是要注意 当你导出的时候 免费的版本是会带有负税印的 如果说你想去制作真正能够去发布的影片的话 那是需要你去购买Filmora这款经纪软体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Primer Pro了 它是几乎所有的专业剪辑师的标配 无论说是电影、广告、电视节目 Primer Pro都是能够处理的 它的强大就在于没有不能做的 只有你会不会 Primer Pro能够做到多机位的剪辑 能够做到非常细致的颜色条件 能够处理非常专业的声音回音 更重要的就是它是能够和Adobe其他软体 五缝整合的 比如说你在Photoshop里面设计了一张图片 那么是能够快速的去带录到Primer Pro里面的 当你需要一些特效的时候 你就可以使用Adobe的After Effects 当你需要专业的声音处理的时候 你就可以使用它的Audition 而且现在市场上面插件都是适配于Primer Pro的 所以当你使用Primer Pro并且配合上插件 你就能够去做出非常多样化的影片效果 但是Primer Pro它的缺点也是同样明显的 第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学习曲线是很高的 很多新手打开了Primer Pro看到它的界面就会下一条 非常复杂 但是我也不希望大家一看到界面就被吓退了 其实现在在YouTube上面已经有非常多关于Primer Pro的交参了 如果说你是愿意花时间还有精力去学习的话 也是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快速上手Primer Pro的 第二就是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Primer Pro它采用的是订阅制的形式 所以你每个月或者是每一年都需要缴费 第三它对于电脑的配置要求是比较高的 如果说你现在使用的电脑它的配置比较低 那么剪辑起来是非常痛苦的 会有非常多的卡顿 所以Primer Pro它到底适合谁呢 它是比较适合已经进入到专业领域的创造者的 比如说鸡案的剪辑师、广告团队 或者要做纪录片、电影的人 而如果说你只是在经营的个人频道 那么一开始去上手Primer Pro 肯定要你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习 而让你忽视了内容本身 当然如果你是学习能力比较强 并且你是有信心有决心要开始学习Primer Pro的 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上手Primer Pro 也是可以的 这也是我当时的做法 在我刚开始进频道的时候 并没有很多的剪辑问题我可以选择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选择了 大家讨论度最高的剪辑问题Primer Pro 我就边制作影片边学习新的功能 这样边做边选一路走到现在 我们来总结一下 Canva它是适合完全零基础的人 几分钟就做出社群短片 CapCap它是适合想要零成本开始创作的新人 特别是短影片 Firmera它是适合于想要去场地经营YouTube的新手 简单又够专业 Primer Pro它则是专业剪辑师的必修课 适合于有商业需求的人 所以我会建议你选择一个当下最适合你的剪辑软体 在之后根据你的需求升级就好了 当你开始剪片了之后 你就会遇到下一个问题 音乐应该在哪里找 用错音乐会导致影片受到黄标 甚至是影片遭到下架 我制作好了一期影片 里面告诉你五大五百权可享用的音乐平台 使用这些平台能够帮助你省下非常多麻烦 并且保证你的影片是能够盈利赚钱的 这期影片非常重要 你可以现在去点击观看 早上 咱俩 咱俩 咱